现在晒热气空仔最低温是28度 启动了5分钟之后 中心温度最低能降到3.8度 这个效率可以啊 现在我手里这台是我用了三年的iPhone 13 Pro 性能本身就比较一般来的 加上iPhone死活不对散热的坏习惯 这个手机的游戏体验可以说是一点没有啊 散热被夹 这类产品其实已经更新了好几年了 原理也不复杂 无非就是风扇散热气片自冷片 这些大家都大差不差 黑鲨冰封自冷被夹4 Pro 这款对比前代的升级也是相当的简单粗暴 增加散热片面积增加出风口面积 实际的散热效果三代我没用过不太清楚 对比我原本在用的一款200价位的磁吸散热被夹 在热成像下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蓝色区域越多说明智冷效果越好 30分钟最高档位之后 黑鲨最低是可以给手机正面 也就是这一面降低到22度左右的 背面和塞射器直接接触部分也直接来到了12度 有上这一款塞射器就只能降到20度左右了 官方宣传在25度室温下最多是可以做到单体降温40度的 可能我们环境不一样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复现出来 安卓手机这边我也试了一下 我用的这款测试机器是骁龙8G的芯片 配合黑鲨这款塞射器在30分钟的原生表现 可以看到原本在没有加散热被夹的时候 整机的前30分钟平均温度是39度出头 在28分钟机身温度达到45.5度之后 游戏就闪退了 没有闪退之前这个手机的散热调校还是比较极端的 整体的帧率表现还是不错 在16分钟之后帧率才有一些细微的波动 这一张表格是在加上了散热被夹之后测出来的 来到了39分钟游戏就可以正常运行 这些波动比较大的吊震部分 是在水制锅前下水底之后的加载过程 所以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吊震 下方的电池温度最高也只有32.4度左右 整体的功耗也可以维持在2.8瓦 对比没有散热被夹的2.5 2.4还是高上了不少 那CPU的频率也能跑得更高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使用 黑莎这款散热器他们家做的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点 就是有一个专门配套的APP 就是这个黑莎装备库 安卓或者苹果都是有的 在安装好之后可以通过APP去实时监控手机的温度 也可以通过这个温度来调整这个散热被夹的转速 降低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噪音 在最低档位下基本是听不见的 那如果开到最大档位 可以稍微听到一点 也就58分贝左右 那说完了性能方面毕竟是一个被夹散热器 所以它的体积对于这种磁吸散热器还是要大上一些的 那使用体验的话肯定是手机越大 这个使用体验越好了 因为它的风道是在这上下两边 所以往手机这里一夹的话 它是上下两边出风 也不会有这个热风吹熟的情况 那整体的话是一个黑色的机身 又这边加了一些探前纹的纹路 和一些金色的点缀 中间的话还是散热器的老套路 做了一个RGB的灯环 那背夹上也是做了一些小的处理 可以看到这边的胶垫做了一个向内的凹陷 就是防止手机在加速过程中会顶到这一个电源键发生的误触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直播用的螺口 可以固定在这个三角架上 卡扣线位的调整范围是68到86毫米 只要不是小平板 那这个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没什么问题 结合前面提到的散热能力 那这款黑沙散热背夹通过软硬件结合 带来非常不错的游戏体验 如果你觉得自己常玩的游戏 手机慢慢带不动了 加一个这样的散热背夹 性价比可比换手机高上太多了 彻底解放用手机的性能还能再占两三点 好了那是我们的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点欢迎来评论提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今天来开箱一个这个CY的四轴器 又是8件的 并卖的很妥 那个79块钱 诶是挺划算的 很简洁 CY一个logo 看一下 打开之后送了四个轴 诶他不是说这个送换是樱华的吗 樱桃的 是 可能都是樱桃轴啊 这个 两颗青轴 两颗樱桃青 樱桃银轴 还有樱桃红轴吧 都是RGB的 不是说好的送换是樱华的吗 这里是一个电池窗 这里面2.4G接收器 这个怎么拿下来啊 没有磁吸的啊 就是一个卡紧 单纯的卡进去 贴纸都贴歪了 这个船壳 偏软的 硬度也一般般 这里有三颗指示灯 大件是没有打油的 大件是没有打油 轴缩精度好像不怎么样 歪脚了 换一个 它有一些 要用力才能按进去 之后有一些孔位的话 轻心一按就进去了 就 精度不太够吧 没有灯位 不能加灯的 来我装个键帽上去试一下 兄弟们 你知道这个 来表演个绝活啊 他妈的可以把轴带下来 我天哪 这卡的好松啊 说一下这个延迟问题啊 这个键盘延迟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厉害啊 是属于可用的范围的 只能用蓝牙还有2.4G 然后蓝牙是一个蓝牙5.0的 只支持 只支持Win8还有Win10 来试下打字 是属于一个可用的范围的打字的话是感觉不顺延迟 哎 他这个每个键手感的不一样有点受不了 之后切换成2.4G模式好像是FN加Q 加Q切换我这个连接器就在这里 没有明显的延迟我感觉是比蓝牙的会稍微的低一点日常拿来打L要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在2.4G模式下是有一个19件的全键无充 一般也用不到这么多 一直吃个鸡也就五六件的样子 延迟是可以放心的 然后续航的话用干电池的键盘一般都不会太差 应该两三又是没有任何问题 大件非常顶啊 我这还是没有润的状态 就已经没有钢丝音了 混合还是有一点点扎音 这个小键的话已经很好了 连润都可以不润了 最后总结一下 其实9块钱 然后有不错的无线表现吧 有干电池的续航 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好像 但是用个四五个月应该不成问题 因为这把键盘也没有RGB也不能加灯 然后就算你自己加也加不了 他没有灯位 他这个船壳的边缘非常歌手啊 到时候还可以自己打磨一下 非常的歌手真的 没有脚撑 就是四个胶垫 有一个贴纸 电池仓里面可以做一个收纳设计 整个模具和-0F12非常像啊 我感觉这个卫星轴的话 精度也是非常高 已经很顶了 我感觉 基本没有杂音 除了空格有点拉胯以外 我每个轴都能都能在上面 有更好的表现吧 怎么说都比 在亚克力版上面试的好是吧 怎么说也是一把键盘 79块钱挺直的 这个价位买了这样的东西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对 对 好